我曾經在很多個地方 拿著一腳一腳背心 就是那個流聲機跑去放音樂 但是我總是認為 在木頭的房子裡面 播放這個不插電的手搖的流聲機 它是最有味道的 那我覺得後來 收集了這麼多流聲機唱片 然後聽了這麼多當年的音樂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透過流聲機的唱片 我們聽得到一個年代 那個是一個很抽象的想法 但是你真的覺得 我透過這個唱片 我真的聽見了我 阿公阿嬤他們小時候聽到的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小時候 聽過這些東西 聽過這個歌 他們很歡樂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東西 傳承給我們 所以我還是希望 我們未來這個館 有一個傳承的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經典的房子 第一個覺得 就是一種文化傳承 跟教育的責任 去了解音樂的起源 去體會當時候 音樂的那種的美 包括他的載具的美 他音樂本身的美 那其實音樂都會代表 每一個那個時代背景 所以事實上 我們就是有一些人知道 我們要做這樣的事情 也很多人詢問說 你們什麼時候要開 因為他們本身 以前小時候就是住在這樣的地方 他非常渴望說 可以一進來 你知道他就完全 跌入他以前童年的記憶 跌入那個時光隧道 所以我們當初在想 我們定位成叫做聲音光年 他進到這裡 聽到音樂看到環境 馬上跌入那個光年 那個隧道 這個就是他一生 非常寶貴的 一個生活的經驗 台灣人稱 就是很久以前的歌叫做老歌 但日本人稱老歌為青春歌 因為很多人聽了 那個歌都會變成青春 回到他可能十歲 二十歲的樣貌 所以我們希望 可以把這個青春 青春歌跟青春的氣息 帶給來參觀的每一個人 因為他們可能因此 回想到他們可能五十年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們因此在心裡面 多了一個滿足感 然後透過這個懷舊的過程 他們真的可以在他們心裡面找到 好像從小時候 然後一直到現在 那個整個音樂的歷程 我是希望人們可以去挖掘這一條路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對 人的心的滿足是很有幫助的 你們俩關照 都給予一下 他們的經驗 我們俩關照